刚才我们听到老师讲了 知道从宝宝的哭声当中 可以满足宝宝的需求 然后发现他们的一些疾病 对不对 甚至可能还会影响到 他的一些习惯 对 那这个习惯 您跟我们好好分析一下 主要有哪些影响 奶睡的习惯 你听说过吗 奶睡就是一边喝奶一边睡吗 宝贝 对啊 顾名思义应该是这样 家宝宝一直都是 就是晚上啊 每个宝宝都直接 他需要喝奶然后睡觉 对啊 作为妈妈总觉得 喝奶睡觉是天津地义的事情 对啊 安慰他呀 然后他就迷迷糊糊就睡好了 可正是这种奶睡的习惯 它是一种 我们说从安抚强度来说 是最强的一种安抚 对 没有真正解除他哭的需求 他通过这种安抚呢 他就养成了 反而一种被奶睡的这种习惯 那么他在哭的时候 他实际上 他表达的是 我需要安抚 不是吃奶 我不是因为饿 我就需要安抚 应该叫奶睡的这个习惯 称到他的一种需求 所以您的意思是 奶睡是一个坏习惯是吗 是这样的